闪现成剑 直接走 对面下路来了 我们下路也过来了 你挺好勇啊 等他闪现 在一颗跟上 做弓 看一下螳螂在不在潮流 不在 那他就去蓝野去了 我们胜肉抓下中 能抓死最好 抓不死抓个伤也行 打了半血了 可以了 再假装去自家红眼区 打条把他杀了 他现在肯定在打蓝或在打三郎 这果实被点了 那肯定在打蓝 直接EQ 来晚了一步 二级学的E 他肯定在塔下灰尘 我们等个EQ 等个EQ过来 取消了 EQ上去 A一下 A两下 卡杀的啊 那就很赚 螳螂复活就来抓中了 看这个反应应该会来打这个核蟹 我们进这个草里蹲一下他 来了 EQ先留着 他交易我们再EQ 护家就一直A EQ 再回头把这个核蟹收了 然后顺路抓下路 压线 标记一下 太坦过来配合狼 直接EQ 哎呀 每机飞到宁井 要不影响 先杀宝石吧 宁井离我有点远 这宝石还想杀杀米拉 再过来救太坦 来不及了 哎呀 第一件出幽默 这盘玩穿甲流啊 先出最便宜的穿甲装 已经闪现了 闪现得我EQ 找杀先到了兄弟 等个Q Q 爬 然后走出塔外 第二件出竞技时机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便宜 EQ R 再跑 完美 第三件夜乐 便宜实用 EQ R 秒了 第四件宫里圆弧 这样大招CD快 EQ A一下 第六件出那个 四斗主动蛇 但是 感觉没有机会了 等不到我六手 这边队友也打得过 好像不需要我赢 对面投降了 游戏结束